欢迎收看10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首先带你来看到 112年全国运动会 即将于10月21号到26日 于台南市登场 而花莲县府日前举行代表队受证仪式 由县长徐真伟授起给选手 跆拳道选手采年儿代表 预祝代表队起开得胜 突破自我也为花莲争取荣耀 体育重要盛会112年全国运动会 即将于10月21至26日于台南市登场 上届全国运动会 花莲代表队共夺下10金8银11同成绩 花莲县府日前举行代表队受其仪式 由县长徐真伟亲自授起给选手代表 跆拳道选手蔡念恩 预祝代表队起开得胜 为花莲争取荣誉 不怕有多辛苦 就是目标在前面 而且非常的确定 也非常的坚定 所以我们试试再给花莲县的所有选手 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好 每一项运动都非常的出彩 每一个运动员都尽其所能 拿到最好的成绩 挑战自我 那我们今年总共参与了23项的竞赛项目 整个队值员的人数有389位 那在这边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 在教练平常的一个知道 还有个人的一个努力之下希望能够在全运会都能够自我挑战 最好的一个成绩为花莲多得佳绩 那我们评估呢大概在田径游泳 跆拳道卡巴迪几个项目呢都有相对的一个优势 那也希望我们这些优势项目的选手呢 能够再为花莲添金 大家一起努力为花莲争光 花莲共参加游泳射箭蜻蜓等23项 共派出选手与对职员389人 112年全国运动会赛事 已有部分项目率先展开 女子组足球已率先为花莲线获得第一面金牌 而蜻蜓项目获得一银三桶 一累计一金一银三桶 此盼选手突破自我再创佳机 记者讲方言 花莲师报导 花莲